哈囉 大家好 我是郭初遙 瑤瑤今天來代言是SUNNY 我們美國的百年品牌對不對 這個 你當時接到這個 因為你其實代言很多 工作很多 你當時接到這個代言的時候 是什麼樣的心情呢 超開心 而且就覺得 哇 終於有一個 就是有很想要的東西 是 因為其實平常我都有在跑步 然後我本身就滿居重 滿好險這件事情 然後找我代言的時候 我超開心 哎呦 終於有機會 能夠為這麼好的牌子來代言 那你先等我一下 不好意思 那音樂可以先拉掉嗎 因為有一種很像在夜店訪問的感覺 好 我想讓大家更清楚聽到瑤瑤的分享 其實瑤瑤當時接到的時候 也有一點驚喜 因為其實瑤瑤 對 因為瑤瑤平常給我們的形象 不是完全跟運動有match這樣子 可是你就是有一個 在運動家精神這一個部分 吸引的廠商 對不對 對不對 我們講講這個瑤瑤過去的資歷 你看你為了拍戲 你練過什麼才藝 其實我是電影界的運動員 對不對 我每一部電影跟運動都有關係 譬如說 譬如說志氣就拔河 對 志氣拔河 然後得了金馬獎 然後在吳泉舜裡面 我有踢跆拳 吳泉舜 你看 它是踩拳道 練跆拳道 然後這部沒有得獎 然後呢 不是說有練就有得獎 對不對 但是這個真的是瑤瑤厲害的地方 又壞壓 個子小小的 可是為了戲 你就得練這些運動高難度的 是 那我非常喜歡 而且其實這一次在拍照的時候 我也就是展現了各種不同的運動 有 我有看到這個照片 來 現場示範一下 預備 1 2 3 GO 好可愛喔 嘴巴張太開 這個是撅嘴的 預備 1 2 3 GO 等等等等 你不要突然就這樣 吵氣了啦 好 預備 1 2 3 JUMP 非常好 你看這三個禮拜 你是不是很親切 沒有看前面 你們就知道 各位貴賓就知道 當代人不簡單 老闆要加錢 來 1 2 3 GO 好耶 好 平常妳那麼忙還有在跑步喔 有啊有啊有啊 一定要跑的 我覺得運動還是得持續 只是有點偷懶一點 唉唷 因為太忙了對不對 對 請問妳平常都在哪裡跑步呢 我其實不太喜歡跑室內 就跑步機其實我覺得蠻無聊的 對 而且既然要運動 我覺得這要天然的比較好 是 所以我喜歡在室外 然後我會在你家近的地方 像在信義區 國父紀念館這些 國父紀念館 或是學校的操場 我也有時候也會去跑 喔 國父紀念館 然後還記下來 大概都幾點的時候會去跑 大概都11點 10點11時 對 那晚上快跑 大概禮拜幾的時候比較有空 好啦 滿長的 滿長的 太細節了 那跑步的時候會帶人嗎 目前是沒有 OK好 但是重點是這個 運動是維持自己狀態最好的方式 是 妳自己感覺呢 在跑步的時候得到什麼收穫 喔 跑步收穫滿多的耶 而且就是 跑步是治療失戀很好的方法 是嗎 因為妳就是一直往前跑 然後就是全力往前衝刺 妳會 就是過去的事情 妳就會把它完全拋到後面 然後妳就會一直有動力 就是去向前 然後我覺得運動完整個心情 跟整個狀態 因為妳身體代謝也好 對 情緒代謝都 不好的人都代謝掉 沒錯 沒錯 太好了 整個人會有一種換人一心的 會 這也是瑤瑤呢 給我們廠商最大的一個感覺 就是她是很有自信 而且也懂得照顧自己 也懂得讓自己更加的成長 所以就照妳來代言 謝謝 謝謝